随着4.5万亿元地方政府举债限额分配至各省市 近期包括浙江 四川 河北等十多个省份已经依法调整预算 透露今年各省份新增举债规模 资金分配和投项等重要内容 作为稳经济重要政策工具 目前地方政府发行新增债券约2.3万亿元 占全年额度比重刚过半 随着各地相继调整预算 以及当前稳增长诉求加大 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 预计地方会加快发债 并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 以推动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 举债蛋糕切分完毕 受经济下行 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愈加依赖举债 地方政府举债合法渠道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而为了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全国地方发债额度 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下 具体由财政部根据各地财政实力 债务风险 项目需求等因素 分配至31个省份 5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各省市都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更多的发债额度 往年也出现一些省份人大代表 公开建言 增加当地发债额度 随着近期 财政部将全年新增债务限额 4.52万亿元下达至各省份 按照预算法 增加举债金额需要调整预算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 从5月下旬以来 河北 辽宁 北京 陕西 浙江 四川 江西 湖南 福建 青海 山西等十多个省市 由于获得财政全年新增债务限额等 均调整了本级政府预算 其余省份也将有相同动作 至此 今年各地新增举债规模清晰 而从举债蛋糕切分情况来看 经济大省财政强行依旧获得更多的举债额度 从部分省市公开披露的预算调整方案 报告来看 浙江今年新增债务限额为2940亿元 四川和河北这一数字 分别为2575亿元和2393亿元 江西 湖南 陕西 北京 分别为1818亿元 1730亿元 1185亿元 1117亿元 均超千亿 辽宁和青海今年新增债务限额为 464亿元和213亿元 不难发现 各地获得的新增举债规模有明显差异 浙江 四川 河北等经济大省财政实力强 债务风险相对低 在有符合发债条件的项目需求支撑下 获得的额度较大 比如 浙江经济发达 财政收入 规模位居全国第三 仅次于广东 江苏 2022年 全省预计债务率 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6.1% 明显低于财政部设定的120%紧级线 今年浙江上报财政部专项债券需求 审核通过率高达95% 位居全国前列 综合下来 浙江跟往年一样 获得的新增债务限额位居全国前列 北京今年获得的新增债务限额规模 同比增长19% 这一增速明显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数 约3% 此前财政部公开表示 新增限额分配应当体现正向激励原则 财政实力强 举债空间大 债务风险低 债务管理绩效好的地区多安排 财政实力弱 举债空间小 债务风险高 债务管理绩效差的地区少安排或不安排 上述举债限额 是地方今年发行新增债券最高的额度 而为了稳经济 动用全部限额基本成为各地选择 比如 四川省今年预算调整方案报告称 为筹措资金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省政府已使用全部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575亿元举借债务 各省市在获得财政部下达的全年新增债务限额后 除了省市本级留存部分额度外 大部分还是会转贷给市县 从上述省市的预算调整 报告来看 各省市在分配给市县额度时 基本还是遵循前述财政实力 债务风险 项目需求等因素 但各地仍有侧重 尤其是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项目 比如湖南对长珠潭都市圈 自贸试验区等重点区域 及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 切除部分政府债券额度定向支持 河北拿出300亿元政府债券额度 分配给雄安新区 北京拿出部分政府债券资金 用于大兴机场凌空经济区 城际铁路等国家战略项目建设 四川政府债券额度分配 则紧紧围绕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浙江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说明中称 今年你预留用于是县级的专项债务额度 384亿元 目前对两部委财政部 发改委均通过的项目清单中 符合发行条件的项目 已予以支持 考虑到今年国家相关部委 调整专项债券项目储备政策 实行分季度审核下达 建议预留一定额度 支持后两季度审核通过的项目建设 发债进度加快稳经济 当前经济持续复苏 不过一些经济指标走弱 部分专家建言 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厉啼效 已发挥逆周期调节效应 稳住经济 其中部分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经济学家建议 一个重点是 加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尤其是专项债券 已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 发挥专项债 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稳定宏观经济效应 根据公开发债数据 截至6月11日 全国地方发行新增债券 约2.3万亿元 其中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近2万亿元 浙江上述预算调整报告称 今年浙江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截至目前 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838亿元 支持了政府投资项目938个 较好的促进了浙江省经济发展 北京预算调整方案称 将加快债券发行使用 第一时间向各区下达新增债务额度 指导各区严格履行预算调整法定程序 采取分批精准发行方式 合理安排发行计划 节约资金成本 督促项目主管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 依法合规加快资金使用 定期通报各区支出进度 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 今年整体来看 地方发债进度比较快 其中福建省财政厅近日表示 随着6月8日成功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561.49亿元 除厦门自发自还部分外 今年财政部下达福建省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已全部发行完毕 福建省成为全国首个完成全年新增政府债券发行任务的省份 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 预计今年3.8万亿元新增专项债 将基本在前三季度完成发行 资金将尽快投向市政 产业园 交通 同户区改造 社会事业等重大工程项目中 形成实务工作量 充分发挥专项债稳经济效应 感谢观看 完美 花運 交通 商中 交通 127.4万亿元 予计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